镜头转回台湾 台北市著名的师大夜市 最近几年不断的扩大 游客逛得很开心 附近居民却要忍受 不断增加的垃圾和噪音 上个月住户成立了自救会游行抗议 台北市政府今天也做出回应 初步决定除了现有合法的地区 不得再扩张延伸之外 也将要加强取缔流动摊贩 高举抗议标语 喊着违法商家退出我家的口号 上个月26号晚上 师大夜市附近居民所组成的自救会 从太顺街一路游行 抗议的是师大夜市商圈范围 最近几年逐渐扩大 噪音和垃圾严重影响 附近居民的生活品质 因此是政府上午召开 师大商圈专案小组第一次会议 会中初步决议 既有商圈合法区域不得再扩张 也将取缔流动摊贩 对于师大商圈目前的流动摊贩 要求警察机关必须要强力取缔 师大商圈范围 大致是师大路和平东路一段 泰顺街龙泉街之内的街区和巷弄 根据市府统计 合法的店家有647家 曾有或常被投诉违规的有506家 市府表示 就目前来说 要所有没合法登记的店家全部撤出 在执行上恐怕有困难 因此现阶段只针对违反消防等公安 相关规定的店家才会开罚 但父亲居民却认为 政府该严格执法 不该牺牲居住品质 师傅表示 除了从严审核新升级的店家外 同时各局处将分为定期和不定期的抽查 不论合法与否的店家 只要违反消防 油烟和噪音等相关规定 将先要求改善 预期没有改善将开罚 如果履券不听将勒令停业 记者沈小青 张自家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